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剛才招呼了我的錶迷酒 今天第四條影片的推介 這是Orian Bambino小秒針 3692的標盤 這隻Orian Bambino Small Second小秒針 豬仔不止第一次介紹 東方小秒針3692 復古的白色標盤 通常我發現 之前我入過一些黑色 甚至乎入過金鶴 最受歡迎都是這隻銀白色的標盤 白色標盤配搭了銀色的標殼 3692的佈局 再加上6點位置的小秒針 而日力槍放在3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標關上面也有Orian雙絲 墨頭標籤 呼應12點位置的標籤 也做了一個小小的漏斗形式的標關 銀色的時分針 Bambino也是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玻璃是做了一個 附身的玻璃標面 做了附身的礦物水晶玻璃標面 還有Dial 即白色的部分 錶面的部分 都是做了彎曲 我們一起看看為什麼 先看看 有些標籤 新的標籤 或是未接觸過Bambino 我今天提前的標籤 都是它從來未擁有Bambino 它也是第一次擁有 錶面是做了附身的 微微向入彎曲 所以 令到空間減少了 從而將分針微微向下彎曲 順應玻璃彎曲而彎曲 變成整隻標籤做起來更加立體 看到嗎? 12點 3點 6點 9點 都用了阿拉伯數目指 黑度 微微向入彎曲 做了一個銀色的金屬條釘 你看到它 原波邊的位置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標圈 你看到這裡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拋光 錶腳的位置做了拋光 現身的側邊部分做了拉絲花紋 很有質感 錶帶做了壓紋的車線皮帶 做了中啡色的 另外一頭做了兩個皮圈製油環 還有一個不鏽鋼的針扣 上面都有Orient的雙屍墨頭標籤 看看錶底 21M的錶帶寬度 再看看手錶 採用了21M的錶帶 單數的錶帶 Epson的自家機心 其實它採用了F6222的機心 這個機心是21,600的震頻 Epson的自家機心 這裡寫了24石 動力處能達到40小時 寫著Sing Steel 屬於一個入門級的機心 用上了陷入式的底蓋 做了透視的底蓋 陶位也做了一個雷射 日本機心 這裡寫著F6222的機心 也寫著生活防水 3ATM的防水 洗手沒問題 錶帶沒有做快測 入門級的機心 但是很多人都喜歡這種復古味 Bambino可以說是一種Vintage風 又可以 斯文款 或者我們叫文青款 都可以 蠻漂亮的 這個錶的標徑是40m 40點幾m的標徑 我量一下重量給大家看 等下再量度寬度 重量方面 量度一量 是56.8克 比較輕身的手錶 至於直徑方面 先量度一下 直徑方面 40.4m的標徑 官網寫了40m 厚度方面 是11.5mm的厚度 連結塊玻璃 脫離是45.8 試試看標殼 旁邊的標殼也有層次感 因為標圈做了光深 標圈的側邊位置也做了光深 但標殼就做了拉絲 加上衣服玻璃 變得挺有立體感 40.4m的標徑 你當作40m的標徑 試試戴上珠仔14.8cm的手腕 透視底蓋 加上小秒針盤 36912的佈局 有些標迷 我知道了 如果沒有了日力槍 會更加好 但有些人像我這樣 我需要經常看日力 所以有日力槍 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但無可否認 如果沒有日力槍 整隻標會比較平衡 唯獨是這個 美中不足 但也是那句 凡事 包括手錶 都沒有完美 有時候 當款式很完美 價錢又不完美 或者當價錢很完美 款式很完美 顏色又不完美 所以有些事情 總是可以留一個位置 每次有一個原因給自己 有下一次購買的藉口 有下一次購買的機會 這個我對於手錶來說 反而我不太喜歡追求完美 因為完美之後 就沒有下一次 所以就變成了 每一次都有一個驚喜給自己 每一次雖然 都不是完美的 但有個美麗 也叫做缺陷美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 好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讚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鐘仔 訂閱 說到這裡 外面 我剛才搜尋過 原來這隻Bambino 都要賣到2000元 都要賣到2000多元 一隻小秒針 一隻3692 豬仔推介 超信價 1348 咦咦咦咦 比起幾個月前 豬仔介紹還便宜了一點 對 沒錯 不知為何翻貨更便宜了一點 可能它斷了顏色 沒有黑色盤 沒有其他顏色盤 白面 3692 1348 只有三隻 本身有五隻 但這兩天有標迷問我 我拍了給他看 他就選購了 搶集 要了先 所以現在只剩三隻 1348 好 喜歡這隻3692 小秒針的復古Bambino 千萬不要錯過 好 有原裝盒 說明書 保用證 接著收據 一年保用 最後多給近鏡 大家看一次 我們就下集見了 3692 的一隻 Bambino 我喜歡它的針形 比較尖身 整個構造都比較合適 的感覺 在下面六點為止 都寫到 Japan movement 好了 1348 心動的你 不要猶豫了 三隻Bambino small second